來看一下這個Google文件的管理 我先問一下大家 你的那個雲端硬碟你都怎麼用 你們都把它當隨身碟對不對 15G要幹嘛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同學那個隨身碟掉教室都不想再拿回去 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就是掉在那邊不管是16G 32G 都會有人掉啊 那你 如果你都把它放在根目錄下請問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怎樣 會不會滿出來 也會 雖然Google最厲害的 是可以做搜尋 而且這邊的搜尋 你還記得我們上個禮拜介紹一個叫Distry嗎 我們上次上禮拜介紹那個是他只能找什麼檔案名稱跟資料夾名稱 但是Google是可以真的做全文檢索 包括PDF啦文字檔或Office的格式 都可以用 可是 你如果老師全部用全文檢索的不見得能夠全部都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這樣反而比較麻煩 所以其實 雲端一點的資料還是要整理 但是呢他因為排列的方式 就是操作方式還是跟我們檔案總管有不同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難用喔 一般比如說像剛剛我們這個檔案好了 在這裡 我現在檔案字放在這裡 如果你要移到其他資料夾 你要怎麼動 標準方法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移至哪裡 你應該不會喜歡這種方法吧 然後你就慢慢挑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快瘋了 所以 有兩種方法 給你做參考 按著他 丟上來 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 這是第1種方法 第2種 這樣我看不清楚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第2種 這裡打開 找到你要的放的資料 暫時分享 辦哪裡 按著丟到這邊 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跟檔案總管比較像一點的 你可以整個資料夾也可以單一檔案都一樣 好 所以 通常大家最不喜歡就是辦檔案 雲南一點上 因為不太習慣 所以平常都按右鍵 對不對 好這是第1個 第2個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 比如說 像我最近可能有在用哪些文件 最近存取的 你點到他 但是你不知道這檔案放哪裡怎麼辦 你看 因為你打開就直接 是不是就打開了 你還是不知道他放在哪裡 所以呢 我蠻鼓勵大家 你可以開一個地方 但是平常大家都會關掉的 就右上角這裡 詳細資料 你看這個上面其實他有告訴你 當我把這詳細資料打開之後 他 這個是活動 你看點到這邊 他有沒有告訴你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就要開始找這位置嗎 不用啦 就來這裡按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就跳進去了 這樣知道為什麼這裡要打開了吧 你如果不打開 當然你說我按右鍵 他 這裡顯示詳細資訊 是不是一樣會打開 只是我平常都會打開 在電腦上的話 這樣子 就是一個叫詳細資料 一個叫活動 活動是說 誰編輯他 誰編輯他 通知你 然後呢 這個詳細資料呢 就是在這邊點進去方便你直接看 這樣就可以直接進到那個資料夾 這樣對檔案的操作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那當然 丟到六四網那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 第一個 你的 檔案管理 真正要管好 你不分資料夾 老是丟在根目下的 真的會很亂 以後要找 很難找 很難找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要不要了解Google文件線 這應該 對各位還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因為大家現在都沒有用 學校的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功能 你們沒有這個叫小組 零端一點的功能 沒有對不對 那你就只能看著我擁有而已 哈哈哈哈 因為 平常共搶檔案的方式我們看一下 平常各位共用檔案是不是用這樣 按這樣 共用 那 你從這邊去 如果你不要跟別人共用你可以關閉 然後就指定使用者資料 那個email嘛 他會收到通知 那 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一起來共編一下 你可以試看看 可以 體驗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邊也有 上次有稍微用過 你知道什麼叫共同編輯 那最重要是說 因為 這樣子我們可以一併的 一起看到什麼 大家在 修改的內容 你做哪些事情 做哪些事情 上面都列得很清楚 這樣對我們的 檔案維護很有幫助 因為 我就直接把這個共用一下好了 我把這個網址貼出來 好 我把它先切換成 這個 我要切換成大家都可以怎麼樣 編輯的 好 編輯的 順便問一下大家 編輯跟注釋 知道 兩個差別在哪裡 看起來都有編輯功能 對不對 註解的部分主要就是 你 通常 你們在office裡面有沒有用過一個叫追蹤修訂 好用嗎 不好用嗎 因為你是傳給別人這邊 傳回來給你 傳給別人 但是這邊 就有這個好處 因為 有些文件 我想各位在工作上會有需要 就是 這個檔案 需要大家傳閱 檢查一下 有沒有問題 像我最近在簽一份合約嘛 那我們就在上面把 有問題的 我就列出來 做注解 這樣了解嗎 如果解決了 就告訴他解決了 所以我把這個 我先 我先把全線開比較高 給各位 我們一起來試看看 好 那我這個好的我就貼到白板 可以嗎 所以 等一下就麻煩大家一起進到白板 還是你要用 還是我一定要用那個GG.GG 你看起來比較習慣 還記得我們上次介紹那個GG.GG嘛 所以 這個地方 我把它 縮小一下 等一下我們一起進來 來 好 果然 就有人進來 可不可以隨便改東西 當然可以 因為你現在擁有的是編輯的權限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是注解的權限 就是只能看 但是不能改我的內容 你可以加上你的意見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那你現在看一下喔 好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匿名的方式讓各位進來 所以你還是什麼 就暱稱啦 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 可以 我就是我94那一個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 這個內容 我來貼一張照片進來好了 貼照片 各位你看 我剛剛用的那個 還可以用喔 我們的Ditto還可以拿來用喔 貼一張照片進來 來 各位你看我點到照片 有沒有看到我們右手邊 好 各位畫面借我一下下喔 我講一下那個註解的功能喔 抱歉 來 你看 我可以點到這張照片有沒有右手邊一個註解 你也可以把一段文字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 這個句話還有點修正的空間 你就把它框起來 有沒有發現右邊有註解 嗯 點到這裡 按一個 好 你又按留言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那你可以跟我一樣在下面再繼續留 有沒有回覆 也可以如果你覺得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你就按解決 他這裡就消失 這樣了不了解 那麼 如果我們是所謂的線上即時開會的話 你就再把上面這個打開 這裡 有沒有 這個 啊不是這個 還有一個是在 他有一個對話的是在哪裡 沒有看到 我記得有一個 不是通知 另外一個 因為有一個可以開啟那個討論 討論的那個 我好像沒有看到他 沒關係等一下我再找一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你可以針對文字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 我們在編輯的時候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明明就可以改 好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再加進來 加一 對不對 對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 這個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 你就可以 嘗試看看 可以嘗試一下 有沒有發現 大家在共同協作有什麼好處 因為都是即時的 對不對 所以即時 教室 會議室 沒有白板 可不可以用 也可以用 那 有什麼東西 有時候用講的 比如說我們如果用視訊當然是還好 可是 有些時候 我不方便用視訊啊 你只是用語音的 大家講電話討論 有些啊我給你看一下什麼東西 我就去貼就進來了 對不對 那個文字就貼給你 或把網址貼給你 這樣是不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比較 有 比較像有在現場的感覺 對不對 刪掉沒關係啊 反正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這樣了解了 所以 給大家體驗一下 也許Google文件 目前 它的排版功能 沒有那麼多 並不適合 做為什麼 就是最終版本 因為我相信各位的最終版本 常常都是 表格啦 或者是那個需要比較 調整的 就是需要調整一下 可是 你作為我們討論的這些過程 是還 不錯的 就草稿階段 從發起 草稿階段 這個來講的話 是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 因為我現在是用共享編輯 就是 知道連結的可以進來 如果你不要的話 就是直接把對方的 信像打進去 就只有你們幾個知道而已 這樣會比較OK 好 所以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這樣的感覺